爱就大声说出来 欢迎来到辽宁卫视完美告白 我是古磊 欢迎所有来到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欢迎你们 好 同样热烈的掌声 送给我们年代团的观察员们 同样也热烈的欢迎你们 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 今天的第一位告白者 董老师好 大家好 我叫威威 往来自大连 你怎么回事啊 谁欺负你了 我是觉得自己特别委屈 我一直都是被我男朋友 当小公主一样捧着的 可是现在她就让我变成这样 我觉得自己太可怜了 好 稍微缓一点 拿点纸给她 威威 来干嘛 我今天来就是想要搞清楚 这根头发到底是谁的 哪呢 一根女人的头发 你怎么能证明她是女人的呢 我男朋友她头发是短的呀 我看看啊 我看看啊 稍等一下 稍微笑 还有黄的 还有卷子 我放进去啊 证物是吧 哪找到的 证物男朋友在她家里 所以我想想知道就什么回事嘛 什么时候发现的 一个星期前 他们家最近变得异常的干净 而且她的衣服都洗干净 叠好 运好 画在那儿 也许就是有人帮她打扫终点工吗 她不会啊 她从来不请那个 她从来都觉得 你问她请了终点工吗 我问过她 她没有 她说是她自己打扫的 是逼我 那你问她这个头发哪来的 她说她不知道 那你问了有没有女人 只是借用她的住所 你有问过 我每次问 跟她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她就搪塞我 敷衍我 然后再 我再一较真 她就走了 摔门走了 就从那之后 她对我越来越冷淡了 她之前不是这样的 她怎么对你冷淡了 我以前她每天都缠着我 发微信问我 我宝贝你在干嘛呀 这个怎么样的 这我很烦她 可是就在前段时间 她就是从夜店的 一个小股都升 就升职加金都成大boss 我发几十条微信短信问她 结果她给我回个字 忙 还好她没回 呵呵 然后我就杀过去找她 发现她就坐在一堆女生中间 谈情说笑的 她干嘛呢 她说她是应酬 好嘛 我理解那是她 我理解那是她工作 但是 我就是想要 让她亲口跟我说 兄主 这头发 到底是怎么回事 现在不是一根头发的事 它是有很多事情 串联在一起 这个头发只是一个爆发点 对 比如说她之前很忙 她发那么多信息 然后就发一个字 忙 对不对 对 她没有以前关心你的这期 第二 她的卧室谁会去打扫 以前不爱干净 突然爱干净的 很多很多疑点加在一起 哎 突然找到头发丝 对 她不是说因为这件头发丝 而去怀疑她 很合适的 凭借一根头发 就质疑一个男生有没有事 我觉得这太扯了 床单 被罩或者是衣服 可以拿到外面洗衣店去洗对吗 洗的时候很多衣服一起洗 很可能会带来一些杂物 这个是非常正常的 而且你怎么认定 这个头发是一个女人的 现在男生留长发的也大把呀 说不定她哪个兄弟过来 是吧 睡一个晚上掉一根头发 这是多大的事啊 如果我的床 发现一根长头发 疑似女性的 我想了半天 除非一个女人躺在了这儿 别人 我还有什么理由 我觉得这个问题 是她自己刻意去制造的 就是她想要跟你分手 但是不想明真说怕伤害你 然后自己 高明啊 自己去伪造这个犯罪现场 我们怎么没有想到 她知道你一定会发现 对不对 好你发现了她有问题了 你一定会找她去闹啊 对不对 行你要这么闹下去了 咱们就分手了 还要分手还要闹 你觉得是你的错 这是一个特别可笑的事情 两个人要如果不在一起 哪有那么麻烦的事情啊 可是她真的疑点太多了呀 她最近也不在乎 而且她家里也有人 给她打扫卫生 还有人给她洗衣服 因为她现在不想让你干家务 她开始请终点工了呀 她有她的事业 她有她的朋友 而且男人是会变化的 她从一个原来不懂事的 很邋遢的一个单身汉 变成了一个懂得居家 把自己的居所打理的 井井有条的男人 这么重要的进步 难道不应该点赞吗 还应该去怀疑吗 这么多 只能把自己的男人捉走 不是 一根头发不能判定任何事情 更重要是解释一下 你和你男朋友相处之间的 情感相处的模式是怎样的 你们俩谈了多久了 快一年了 我已经带她回家见爸爸妈妈 准备结婚 准备好好在一起那样 这根头发出现的太不是时候了 应该说出现的太是时候了 是吧 婚前还可以戛然而止 如果她就说不清楚呢 那我就 那还嫁吗 不嫁了 自从男友大床成为酒吧的老板后 总有很多时尚漂亮的女子 围绕在大床身边 尽管威威心里吃醋 但仍然相信大床这是工作上的应酬 直到一周前 大床杂乱的房间突然变得干净整洁 对于威威在大床房间 发现一根别的女人的长发 大床始终采取回避的态度 那么这根头发的主人究竟是谁 又为何会出现在大床的房间 她今天会来到现场接受微微的告白吗 其实我认为这个头发本身不重要 最关键的是在于 这个头发是有人放的 还是有人掉的 但是呢我认为捕风捉影都是不重要的 关键是要当事人自我陈述 才是真正态度的体现 好吧 过去开门 如果你的男朋友他今天不来 他觉得你就是无理取闹 接下来你怎么办 他要是舍得把我自己扔在这儿 那我也对他死心了 但是我今天既然来到这儿了 我也算是为我的感情努过力了 我也算给自己有一个交代了 那如果他真的有了心上人呢 我很伤心 那你会原谅他的背叛吗 原谅不了 如果说他只是一时犯错呢 你能原谅他吗 不能 好吧 听听他自己怎么说 希望他能够来到现场 好吧 让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 五 四 三 二 一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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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一 pet 别这样 威威 你干嘛不理我 为什么躲着我 你要这么扔我就回去了 好吗 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 主持人好 我是威威的男朋友 你的工作好幸福啊 没有 我们是酒吧会有一些 演出 会请一些danser 不是danser 他装呢 然后可能 就是演出完了之后可能觉得我是 老板嘛 你喜欢他吗 喜欢他 喜欢他什么呢 黏人呢 挺可爱的 特别会卖萌 卖萌不会阴影 应该不会 我挺喜欢这样 那你今天到这来干什么 我今天来就是想跟他说明白 他自己来到这了 我也挺不放心的 我就知道你还是爱我的 我就是 能不能不这样 你跟你男朋友这样就要发点 跟我们这样 那就是四个字啊 其实 我还有一个想法 就是 既然来了 我想看看 他什么表现 然后 我再重新考虑我俩之间的 关系 你这话什么意思吗 又不是我对不起你 因为是你藏了别的女人 你还跟我说这个 跟你解释无数遍了 你怎么 你怎么就听不进去呢 我跟你讲威威 咱俩之间的事别牵扯到别人 也没有这个人 你为什么就非得纠结这个问题呢 怎么怎么都没有这个人 跟头发在这啊 都不是一个头发在这啊 他就是这样 所以你把它说清楚了 不就是了吗 我刚才你跟我说 我刚才听见你一句话有问题 你说别牵扯别人 对啊 他总是他以为这个头 牵扯谁了 他牵扯谁了 其实这根头发我真的不知道是谁的 那你刚才说的牵扯谁是谁吗 他总是说有这么一个人 就回去猜我身边的朋友 是他还是他还是他还是他 到底是谁 我说哪个都不是 我每天就纠缠我这些问题 给我爸打电话给我妈打电话 我一天真的现在老累了 其实一根头发出现在你的房间 它只有两种可能 第一有女人在你的床上睡过 第二也许有人在换床套 又或者是整理衣物的时候 留了一根头发在那 只有这两种可能 到底怎么回事 我之前已经跟他解释无数遍了 你有没有过女生去过你家 你不知道吗 傅老师你可能不知道我 我现在是一个什么情况 什么情况 我现在住的是合租房 三十一天 不会吧 你是老板 你怎么还合租啊 没有办法 因为我不是大连人 所以说还没有说钱去买 几个人合租啊 三个人 其中我住一间 你住一间 对是个姑娘 叫小房 然后还有一间是一对情侣 但是他有男朋友 他说合租你刚才干什么 不是跟我说 那么猜了半天 我忘了嘛 然后我们也说完 像卫生间啊 洗衣机啊 什么厨房啊 我们用的都是一个 他喜欢我洗 我喜欢他洗的 也难免会沾上一根头发 你说我一个大老爷们 你说我跟他天天寄个着干啥 我问你啊 最近去到你的合租房的房间的女生是谁 我从来不往家里带人或者朋友 我的意思是你合租房里面有两个女生啊 我们交流很少 你叫什么来着 小凡 小凡这个女生是个什么样的女生呢 她挺爷们儿的 就挺仗义的 平常有时候我工作很晚了 她会回来我们在一起吃个饭 就简单的聊几句 小凡没有帮你干干家务之类的 你这不可能是小凡的头 对 不对 她一定是有事儿 我想在胡说 你们你最近房间里怎么那么干净 那都是我自己收拾的啊 你说那些什么你自己收拾的 你当我傻我就认了 你当附老师也是傻子 你当这么多人都是傻子 你也太过分了吧你 我问你最后一个 你到底要不要跟我讲清楚 你要是不说我们就分手吧 别闹了 你在逼我 不是我在闹你 我问你讲 你别说话了 我问你 事儿说不清楚吗 真说不清楚 她就不想说实话 你能不说话吗 能说清楚吗 没这根头发 葳葳 今天 问题问题 你想要我 还得想要这个答案 你如果现在就想要这个答案 行 她俩就没有以后了 那么凶啊 我让你好好考虑明白了 再告诉我 我真的现在受够你了 这是干嘛要这样呢 我真的就是受够她现在这样了 就是平常啊 你说情侣之间吵架 三天一小吵 五天一大吵 行 她一天三吵 你给她答案不就是了吗 你跟我说呀 我已经我感觉 我已经忍够了 反正我不管她有什么 那你有什么你跟我说呀 你跟我好好说呀 我没有什么可说呀 我现在就是这个问题 你是想要我 还是想要这个答案 如果说是我的话 我会选择你这个人 我不要听这个答案 因为我知道 你既然能够这么去做了 就说明没有什么事 如果答案和她的话 选择答案 为什么给自己找尊严 如果这么明显的一件事情 你不解释 你只是说要答案还是要 那要答案是找回自己 而且不知道也是一种答案 明白吗 如果说这个男的真的是不知道 那我觉得可以交给时间来解读 他有事或者是没事 今天你没有答案 明天你没有答案 总有一天这个答案 会自己浮出来的 头发的来源还有一种可能 是一个想介入他们之间感情 取代这个女孩子位置的人 她可以偷偷想尽一切办法放在那 激起你们之间的矛盾 让你们战火硝烟 最后把这个男人折磨的抓狂了 然后分开 然后再体现那个女生的大度 理性与温柔 我觉得你是不是觉得自己 就在人家挖了坑再往里走呢 你自己在害自己 知道吗姑娘 我觉得重点是 这个男生为什么会说出 你要答案还是要我 我推测的是 有可能确实是有女生 给她整理过房间 或者说是借她的床睡过 她知道我把这个真相告诉你 还是要跟我分手啊 你这个是 你信吗 你这个说法很好 所以你可以换一种 男生可以换一种方式去问女生 就是我接下来告诉你的答案 说的每一句话 你必须得相信 我就告诉你 我就是想抓了头 到底是谁的吗 就那么难吗 你是想要我 还是想要这个答案 我要答案 既然她选择要答案 我可以给她一个答案 对 其实这根头 就是我隔壁摄友小凡的 对 你明明知道 那是你隔壁女孩子的 因为我怕我说出来之后 她会误会 而且我跟小凡真的没有什么 不是 你知不知道女孩子 真的很讨厌男生 你以为的 你以为就是你以为的 你知道吗 女孩往往觉得 男孩说的答案 只要我内心能接受 我并不是说 我一定会排斥 会怀疑 但是往往男孩 老师她 我以为的你会担心 我以为的你会 你会瞎想 老师说的很对啊 我要再这么无理取闹下去了 你不要急起门嘛 人家有男朋友 你现在想听这下我告诉你 那天 我 我们店里没什么生意 我 就是很早就回来了 然后我一推完门就发现 屋里有人帮我收拾卫生 我一看谁 我一看小凡 我就赶紧过去问她 我说你帮我 你怎么帮我收拾卫生啊 小凡就说 最近风沙大 我就顺道帮你收拾了 我一洗呢 我也有女朋友 你说让人家收拾多不好啊 我说你以后别帮我收拾 我自己洗得太浅了 我说我自己就收拾吧 所以从那以后 所有的衣服什么 都是我自己洗的 收拾都是我自己收拾 然后结果她就这样 就在下车 你根本就不会 你连晨五点钟回家 你鞋子发自满天飞 你倒到就睡了 下午 你别把我感觉又去上班 你哪有时间收拾 你会吗 都说我在给你做啊 我就跟你说得很明白了 就是这些 你不想听真的吗 我告诉你了 你问她 为什么跟你收拾好心 为什么跟你收拾好心 那你想听什么答案 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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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听什么答案 你是不是想听 她就是亲口承认 是 我跟小康就是有什么 是不是非要逼她说出这个 你才相信 我真的收拾她这样 杜老师 我要帮帮我 大庄 大庄先生头发是小凡的 你不是说 没人跟你收拾一声吗 对啊 你真的恰巧就一次 而且之前都没有 那你就说是她说是不就是了吗 那你就说 我怕她误会嘛 那不是因为她认识有鬼吗 我要是这么说她肯定觉得 我跟小凡有 你凭什么认为她就会这样想呢 因为之前有我这样的事 对啊 那你跟我说 我以前都是一直在忍忍忍忍忍忍 好了好了 确实编导跟我说 有个女生来到了现场 好 来吧 我们要一起迎接她一下好不好 热烈欢迎 好吧 来 把门打开 在大庄向微微提出 是选择头发的真相 还是选择她们的爱情后 微微选择了真相 而大庄也始终承认 头发是隔壁室友小凡的 在节目录制前 小凡主动联系到我们 她有一些话 想对微微和大庄说 那么 小凡和大庄之间 是否如微微猜测那样 不仅仅是简单的合作关系 她的头发 又为何会出现在大庄的房间 已经对彼此 失去信任的大庄和微微 她们的爱情 还能否继续吗 有个女生来到了现场 但是 这一部分 因为我是起的嘛 今天来就是想把话都说清楚 好 好 好 那我问你 你跟我男朋友到底是什么关系 我俩就是普通朋友 那他的嫂娟是不是你打扫的 是我打扫的 那那衣服是你洗的叠的吗 是我洗的呀 大了招很多人的面 你也就能豁得出去 你也太有心理素质了吧你 怎么着 我怎么不能承认呢 你怎么不帮你自己男朋友打扫去 你有男朋友吗 他有 不好意思 薇薇啊 那个我其实并没有男朋友 我 我就知道你对他有意思 我之前问你 我就是想看看你是不是对他有意思 你还骗我 你太用心机了你 你就是他抢我男朋友了 你还跟我说 你以为你够了 你还欺负我 你要是这么不信男朋友 那分手吧 行了小凡你也别吵了 他比他要分手 他就是来跟我抢你的 他也不承认他抢我男朋友 你也不承认我再抢不起你了 小凡 我来之前不告诉你了吗 过来我是让你帮我解决事情的 你还跟他吵什么 这头发怎么会在他房间呢 就是那天我杂扫房间嘛帮他 然后就是可能就不小心掉了 你看我头发挺长的对吧 不是你头发掉哪儿 你掉的挺是地儿的 这个我就 他感觉是故意的 另外我问一下 你平时也穿这样吗 对我喜欢这样的 你平时就是有风格 我就算了你 行了行了行了你别闹了 我问一下你啊 小凡啊 嗯 跟他是合租的室友是吗 对 那你为什么会帮他打扫房间呢 因为那段时间确实是大闯特别累 然后薇薇也没过来打扫房间 我也有我的工作好吗 因为都像你啊 我没工作啊 大闯怎么样 我的大闯这个人特别的会照顾人 就你认识大闯在先的时候 对我认识大闯已经三年了 那你喜欢他吗 我就是普通朋友 普通朋友是吗 普通朋友你帮他干这些 这告诉我没有无私啊 你今天真的一点不感谢我嘛 我求求你 收拾你那副假的嘴脸吧 那大闯今天把你叫来是干什么 他想叫我来就是帮他解释一下 那接下来我们就解释一下 对 薇薇 所以我来是跟你解释的 所以你别跟我吵了 行吗 你们慢慢解释 慢慢解释 那你说呀 那我看你说什么来 来来来来来 站到这儿 站到这儿 这是解释的地方 来来 站这儿 站到对面来 你也学学人家走路的姿态嘛 对不对 他们俩之间的事 以及你的事 必须今天在这儿说清楚 好 接下来是大闯和小帆的告白时间 我先说吧 说完我都走了 跟你说 大闯 其实我今天来 我并不是说帮你大闯来追回你朋友 就是说 我要走了 太好了 我知道啊 你知道我是一个女孩出来嘛 然后家还挺放心的 所以 这次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 我家人已经帮我安排好工作了 甚至还有我的相亲对象 大闯 是 我小帆是喜欢你 那你刚才为什么不承认啊 我现在说了呀 我是喜欢你 小帆 我之前 你觉得我对你做的那些 都是说的朋友 你先别说 你先听我说完 我们想到你 不是 你记不记得了 我刚来的时候 刚搬过来 工作没角落 跟你们就在一起 有天晚上我发烧了 39度8 浑身都在冒我汗 听到特别人 一点力气都没有 这时候我妈打电话跟我说 说女儿啊 过得好不好 我说 有时候好呢 我过得特别好 我朋友找我吃饭呢 不跟你说了 赶紧把电话了 我都怕我哭出声来 然后那天晚上 哎 病得实在太难受了 隔壁那个小夫妻 还觉得我吵他们呢 给我撩脸色看 我只能躲在被子里 悄悄地哭 那天晚上可能你 酒吧玩受得早 你回来得也早 你听见我哭 就过来 过来安慰我 你过来给我披衣服 过来带我去医院 我没想到你会这么想 如果那天晚上没有帮我的话 我当天晚上就走了 不可能这个城市待这么久 你是让我感觉到这个城市 没有一点温暖的人 你知道吗 你是唯一能给我点温暖的人 我告诉你 我是说也这么对你 是因为我有点羡慕你 我甚至嫉妒你 你有什么呀 凭什么你 我当时这样的男朋友 我什么都没有 哪一个女汉子 不是我软妹子 骗过来的呀 我什么事 都看不起自己去做 而你呢 但是我跟你说 我今天来几位 不是想起来 你厉害的 你也不想起来 我答应你 听她的 我想起来 我变成小楼 就是这种对象 我没有不想起来 我爹地把我选择 我看起来 比较达到我 吃了 我吃了 我oine 你不想起来 我帮我一括 你把我吃了 我吃了 让我而来 那一坑 我吃了 我吃了 我做了 这件事以后都像你来做的 作为一个女朋友 照顾她不是应该的吗 而不是每次都会 懂她照顾你 行吗 爱情的基础不是信任吗 你能信任她一点 听完你说这话 我挺感动 但是我可能 真的只把你当成朋友 行了 我用不着你感动 我想告诉你 我今天讲这话 已经说得够多了 我自己都有点放软了 我真心祝福你们两个人 我希望你们两个人 可以好好走下去吧 话题都说明白 彼此多点吸引人 行吗 行了 别说了 我走了 再见 晚安 你们都说清楚了 我知道我错了吗 你干嘛 你干嘛 你要去追她吗 我跟你说 其实刚才我在跟你说的时候 我说你是选择我 还是要这个答案的时候 是 我心里面有一点动摇 我知道 我错了吗 但是我跟你讲 你知道我的工作 首先 我不能因为你把我的工作不要了 就是因为你的工作吗 我很担心失去你啊 你对他们每一个人都那么好 我很担心 因为我的好友会听他们那样 我很担心失去你 我才会这样的吗 我跟你讲 伟伟 可能我跟你以后在一起了 我以后还会这样 身上还会有烟味 酒味 身边可能还是会有 就是美女 但是 我敢嘛 你们都说我有问题好吗 我有问题 但是一个巴掌拍不响啊 你要是不瞒着我 我也不会这样吗 我敢嘛 伟伟 你听我说 我已经 我已经想了很久这个问题了 现在 你能这么跟我吵 吵到这 我想不到以后我们在一起了 结婚了 你会怎么样 我带你回家见我爸爸妈妈 我太害怕了 我就是想让我们两个结婚好好在一起吗 你别丢下我 你别丢下我 可能我们真的怎么做 我错了 我错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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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的爱情是信任 不是猜疑 是给予 不是缩取 是户爱 不是依附 只有用真诚 真心 真情 对待彼此 才能收获得更入的 才能收获真正属于自己的爱情 我怎麼辦 我们ạnh活不让他 我们想啊 感谢观看 女人真正最强大的时候 是在她故作示弱的时候 她是最强大 而你女人最软弱的时候 是女人故作坚强的时候 是最软弱的 该独立的时候独立 该情不自禁的时候 就放开的情不自禁 但是记住 只有对自己最轻的人 才可以肆意地撒娇 好吗 对别人不要这样 祝你幸福 再见 敬辉 来 我们掌声有请下一位告白者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是姐姐孟欢 今年22岁 我是妹妹孟乐 今年也是22岁 我们是来自武汉的双胞胎姐妹 对 对 连牙都一样 这里是虎牙也是 来干嘛 我们是来向我们的 合约男朋友告白的 什么 合约男朋友 什么叫合约男朋友 这个您看一下 这是我们的一个合约 和另外一对双胞胎兄弟的 双胞胎 就是我和弟弟 很好玩吗 你不是双胞胎 可能感受不到这种好乐趣吧 你说的我好弟弟 我感受不到这种乐趣 因为我们双胞胎 如果你想一下 你找了一对 也是双胞胎的兄弟 然后 然后再两人一个生一对双胞胎 那我一到那个家里面去 我会疯掉 为什么双胞胎要找双胞胎 从小我家里人还有朋友 就会说 有没有想过找一对双胞胎的兄弟 对 我们可以适得相处 我一想还挺好玩的 然后就有一天上网没事 就在网上发了一个帖子 就想寻找双胞胎有缘的兄弟 后来过了没多久 可能就收到了李斯 哥哥 哥哥李斯的一个回信 对 然后就和姐姐商量着和他们 对 就签了这个合约 可能当时也是出一种好玩的心态 然后后来没有考虑到后果 有什么后果 就是我们两个同时喜欢上了一个人 实际上我挺喜欢弟弟的 就这么说吧 但是我觉得姐姐和哥哥真的挺配的 不是 而且 男女们的合约应该是小的 只能配小的 两个人相处的话 是看最后的感觉 跟大小是没有关系的 可是确实弟弟对我可能要更喜欢 这我能感受出来 你想多了吧 好 那你们为什么都喜欢弟弟呢 弟弟有什么好呢 反正两个人都长得一模一样 但是他们两个性格的话 是有区别的 有区别的是吧 你们一人说一条 你先说 弟弟就是很有主见 你 我说哥哥不浪漫 弟弟很细心 弟弟很会照顾人 弟弟和他在一起的相处感觉 就是让我想和他继续交往 他就是我喜欢的那种人 今天头条就是双胞胎相亲 哥哥高嫌弃 没有 哥哥其实也挺好的 就是也只能说做好朋友 但是这件事情确实不能勉强 在此之前没有人追你们吗 有 但他们不是双胞胎 所以就怕死了 什么乱七八糟的 我们这些不是双胞胎的 还没资格追你们了 没有 我们就只是想尝试一下 你们其实非双胞胎 不是这个意思 抗议吗 抗议的都举起拳头来 抗议不下 抗议不下 我倒是觉得 其实他们有这个想法 可能基于他们是双胞胎的内心 咱们可能不了解 但是如果我要是双胞胎的 我有一个哥哥或者弟弟 我可能也会有他们这种想法 谁说的 我是双子座 我觉得你们这一开始就是搜主意 你们俩吃双胞胎 所以心心相忆 很容易去爱上同一个人 我觉得这个非常好 就是很搭 对 然后生的孩子 再长得一模一样 你们家是复印机 其实年轻人的世界 和我们是不一样的 他们不希望自己的生活 就是那么简简单单 遇到一个人 我觉得如果让他们能开心的话 其实也是生活中一个 非常有意思的 这样的一个创意 你们的完全就是 就是把很平常的生活 变得更加的乱七八糟 这个不叫创意 我觉得就没事找事 你们这个感觉 好像有点爱情合约的感觉 就是我在想着 对方是双胞胎 我们才同意 哪怕我们不知道他的性格 人品等等的问题 我觉得这是一种 把这个爱情当做游戏 和儿戏再去取玩耍的感觉 就谈恋爱一定不能看表面 一定要看内心 如果你以外貌取人 去选择对象的话 大错特错 恰恰你舍本竹墨 就是有很多巧合 但这种巧合不是人为的 人为的巧合不叫巧合 那叫故作 如果因为故作 而导致了爱情的混乱 最后往往是得不偿失的 行吧 你给我开门吧 谁去开 我们一起 去吧 这样看不一样 其实远看 妹妹确实脸要瘦一点 是吧 你看吧 也小一点 姐姐要丰润一点 好 问一下 如果这兄弟俩都没来 怎么办 我们两个都有勇气站在这儿了 他们如果不来的话 可能会让我很失望吧 我觉得他们两个如果没有来的话 可能就这段合约就到此结束 对 彼此之间最好的结果 可能也就是做个朋友吧 那如果他们两个都不来 你们以后还会再质疑找双胞胎吗 不会了 不会了 对 也会考虑一下我们这些凡夫俗词的 其实爱情的话就是 都是自己的嘛 事来事去也不太好 如果他们两个哥俩 来了以后都说喜欢姐姐 或者喜欢妹妹那咋办呢 我觉得不管喜欢谁 我都会争取我喜欢的那个人 嗯 弟弟不管选择谁 我们都会祝福对方 我是这样想的 那你们就不考虑一下哥哥啊 我好担心哥哥 哥哥确实这种 哥哥会想 我都跟他长得一模一样 凭什么不选我 可能这种事情 确实没办法勉强吧 对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好吧 你们既然都这么嫌弃哥哥 我也没办法 来 让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 5 4 3 2 1 请按键 一个月前 一则双胞胎姐妹 寻找有缘的双胞胎兄弟的帖子 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 很快姐妹俩就收到了一对 双胞胎兄弟的回复 双方在约定的地点见面 并且签订了约会合约 开始正式交往 两对双胞胎互缓相处一个月后 由于弟弟李维性格活泼开朗 细心体贴 得到姐妹俩的青睐 今天双胞胎姐妹来到现场 同时向弟弟告白 那么双胞胎兄弟 会来到现场吗 她们心仪的女孩 是姐姐还是妹妹 这份合约 又是否让她们收获完美爱情呢 来 让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 5 4 3 2 1 请按键 诶 嗨 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是弟弟李维 今天23岁 已经昌暴胎啊 对 遭嫌弃的哥哥为什么没来 其实我哥今天是特别想的 但是由于工作人员 你们在最开始看到他们这个帖子的时候 你们不觉得很无聊吗 我感觉挺好 挺好 你们以前也想过这事 只要是双胞胎 基本99%都想过这个问题 那要是报错过的 不是双胞胎应该不知道 是双胞胎你就能知道吧 对啊 你真能分得出来啊 完全能分得出来 真的啊 你把脸背过去 过来 把这撕下来 我还就不信了 你站这儿 看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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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也分不清 再换个位子 把这个拿点 这个怎么能拿着手当呢 再换个位子 再换个位子 转两圈 好 别动 可以了 请回头不准动 回头别动 说一下 哪个是姐姐哪个是妹妹 右边是姐姐 右边是妹妹 这都看得出啊 你是 我看你那个 我看你脸上就知道 这个是什么 姐姐 这真的猜对的 这真是姐姐 因为妹妹脸上那边是有个痘的 真是可以啊 你这都看得出来 那你能闻出来吗 就是你不能看 你就这样闻一下吧 能闻出来吗 这个的话 试一下 好 回头 回头 好好好 来 换位子 这个给我 换位子 好 看不到 再换位子 再换 继续换 好 来吧 哥们 稍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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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过头嘞 好 来 走走走 别动手 闻一闻 别动 动 这个给妹妹 这个闻完 请问左边的是姐姐还是妹妹 可能在闻一闻 好 这样 好 那个是姐姐 那是妹妹 应该是左边的是妹妹 右边是姿姿 左边是妹妹 右边是姿姿 我看一下啊 把脖子撩起 她又对了 我的妈 不玩她了 不玩她了 哎 这副眼镜很不错 油带着 我感觉应该有顺心吗 挺好的 来来来 来接上接上 来接下来我们进入告白时间 好吧 你们把事说清楚 我们就不逗闷子了 来站站站站 妹妹姐姐 分别站到自己的位置 相应的空白的位置 要做出选择了 接下来是孟欢 孟乐和李维的告白时间 其实 今天站在这儿挺尴尬的 因为 我们两个姐妹都喜欢那里 哥哥今天没有到场 但是我想对他说一声抱歉 李维 我没有想过 会因为帖子的原因和你相遇 在我们认识的15天里 我觉得你就是我想找的那种人 特别细心 特别会照顾人 然后很有主见 你有那种让我想和你在一起的冲动 想一直一直在一起 我不知道哥哥有没有跟你说过 就是在相处完之后 我经常有向他问到你 问你过得怎么样 我也很担心你会不会 和妹妹擦出火花 会不会喜欢他 但是 我们两个都说好了 不管你今天选择谁 都不会影响我们俩之间的感情 我现在很确定地说 我喜欢你 如果你也喜欢我的话 做我男朋友吧 李维哥 喜欢谁 你就说吧 你也别纠结了 行吗 可能 刚刚我姐也说了 如果我们俩在一起 她也会祝福我们的 因为我和姐姐的性格可能有点不一样 所以从小我会很任性 很刁蛮 也习惯了姐姐对我的照顾 但是和你接触之后 我真的很喜欢被你照顾 被你包容的感觉 我也喜欢你给我讲笑话听 喜欢你陪我一起玩 世界那么大 那么多人 偏偏让我们相遇 我觉得这就是一种缘分 我一直都比姐姐有自信 我就很坚定地认为 你是喜欢我的 而且我觉得我们两个真的很合适 不管最后你选择了谁 我和姐姐还是姐妹 这点是不会变的 所以如果你真的也喜欢我 请你大声地告诉我 行吗 李维我们在一起吧 然后今天我们两个都带了一份礼物 这是我为你清新准备的一个钱包 如果说你最后选择了我的话 因为我洗了很多我们在一起的照片 如果你选择我的话 我会把照片放进钱包里 之后当你打开它的时候 都可以看到我们两个人的回忆 我也给你准备了一份礼物 这是我清新为你挑选的 是一个香水 我很喜欢的一种味道 我希望你以后出门的时候 可以喷点香水 这样子的话 你身上就有我喜欢的味道 如果 如果你选择吧 如果你喜欢谁 你就拿谁的礼物 好好好 风吹雨晨拥 时间追不上白马 你也想真心的梦乎 依然情愿着梦 其实真的很记不起 我也很谢谢你能喜欢我 可是 在之前那一个月 我跟妹妹在一起的时候 我就感觉她 是那种需要 特别被需要照顾的人 也是我想要的那种感觉 所以说真的对不起 我哪点比不上她 我们俩长得都一样 你为什么要选择她 姐 别哭 你哭 我也看着难受 其实我今天来之前 我哥也交代我说 让我给黄昏看一段视频 可以吗 黄昏 大家看到这段视频的时候 我已经摸你这张结果 但是我还想对你说 我喜欢你 由于工作原因 不能把我现场去口 对你说 我跟她非常抱歉 但是我还是喜欢她 给我一次机会 让我 让人 再互相中了解一下对方 好吗 好吗 我 性格没有我地 那么火火很开朗 没有温 我是一个 万人性的人 我希望能够维持机会 实在不行 咱们就再定一份合约 时间 没有人有点 没有人有点 我们哥们 一起进行 我们 你曾说过不分了 到你 一直一直在一起 现在我想问问你 是否 只是痛也无疾 天真随 看过来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以后还在一块相处吗 不是你们自找的吗 要两个对两个 妹妹获得了幸福 你真不开心啊 不开心 但是不开心 爱情不能人为约束 不能人为分配 只要你们打破这个合约 我相信你能迅速地找到爱情 好啊 涂老师我特别想问姐姐一句话 嗯 姐姐 你会接受哥哥对你的爱吗 也许 可以是接受一下 我个人给你的建议 如果你不爱那个哥哥的话 不要接受他对你的爱 虽然双胞胎长得一样 但是你们内在的不同 和我们普通人是一样的 充分去发现自己彼此的不同 而不要一昧地 再去找你们彼此的相同 这才是双胞胎的身上台 哈 你们俩去吧 你往后走 哈 今天来是向我的司机告白 我逐年33岁了 他23 对 他突然间辞职了 我听我的朋友又说 他拿了我一个合作伙伴的10万块钱 如果他是真的贪财拿了这10万块钱 那他就不值得我去爱 火星谷 谷大峰 那10万块钱真是你给的 你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不清楚吗 小陈 我今天是来把那个10万块钱还给他 我通过反光进行看到谷大哥 怎么可能 好 爱就要大声说出来 这里是辽宁卫视完美告白 欢迎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是姐姐孟欢 今年22岁 我是妹妹孟乐 今年也是22岁 我们是来自武汉的双胞胎姐妹 对 连牙都一样 这里一颗虎牙也行 来干嘛 我们是来向我们的合约男朋友告白的 什么 合约男朋友 什么叫合约男朋友 这个您看一下 这是我们的一个合约和另外一对双胞胎兄弟的 双胞胎姐姐沈梦欢 妹妹沈梦乐 与双胞胎哥哥李斯 弟弟李维 经四人共同协商自愿旅行合约 内容如下 以合约的总期限为一个月 妹妹和兄弟互换相处 什么意思 因为是这样 因为是这样 双胞胎长相是一样的 但性格不一样 我们就不可能说光凭长相 就是我和哥哥或者是我和弟弟 很好玩吗 你不是双胞胎可能感受不到这种乐趣吧 你说的我好弟弟 我感受不到这种乐趣 因为我们双胞胎 为什么双胞胎也找双胞胎 从小我家里人还有朋友就会说 有没有想过找一对双胞胎的兄弟 对 我们可以试着相处 我一想还挺好玩的 然后就有一天上网没事 就在网上发了一个帖子 就想寻一对双胞胎有缘的兄弟 后来过得没多久 可能就收到了李斯哥哥 哥哥李斯的一个回信 对 然后就和姐姐商量着和他们 对 就签了这个合约 可能当时也是出一种好玩的心态 然后后来没有考虑到后果 有什么后果呀 就是我们两个同时喜欢上了一个人 实际上我挺喜欢弟弟的 就这么说吧 但是我觉得姐姐和哥哥 真的挺配的 不是 而且 你们的合约应该是小的 只能配小的呀 两个人相处的话 是看最后的感觉 跟大小是没有关系的 可是确实弟弟对我 可能要更喜欢 这我能感受出来 你想多了吧 你们为什么都喜欢弟弟呢 弟弟有什么好呢 反正两个人都长得一模一样 但是他们两个性格的话 是有区别的 有区别的 是吧 你们一人说一条 你先说 弟弟就是很有主见 你 我说哥哥不浪漫 弟弟很细心 弟弟很会照顾人 弟弟和他在一起的相处感觉 就是让我想和他继续交往 他就是我喜欢的那种人 今天头条就是双胞胎相亲 哥哥造嫌弃 没有 哥哥其实也挺好的 就是也只能说做好朋友 但是这件事情确实不能勉强 在此之前没有人追你们吗 有 但他们不是双胞胎 所以就怕死了 什么乱七八糟的 我们这些不是双胞胎的 还没资格追你们了 没有 我们就只是想尝试一下 你们其实非双胞胎 不是这个意思 抗议嘛 抗议的都举起拳头来 抗议不笑 抗议不笑 我倒是觉得 其实他们有这个想法 可能基于他们是双胞胎的内心 咱们可能不了解 但是如果我要是双胞胎的 我有一个哥哥或者弟弟 我可能也会有他们这种想法 谁说的 我是双子座 我觉得你们这个一开始 就是那个搜主意 你们俩是双胞胎 所以心心相忆 很容易去爱上同一个人 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呀 就是很搭呀 对呀 然后生的孩子 再长得一模一样 你们叫做复印记呀 其实年轻人的世界 和我们是不一样的 他们不希望自己的生活 就是那么简简单单 遇到一个人 我觉得如果让他们能开心的话 其实也是生活中一个 非常有意思的 这样的一个创意呀 你们的完全就是把 很平常的生活 变得更加的乱七八糟 这个不叫创意 我觉得就没事找事 你们这个感觉 好像有点爱情合约的感觉 就是我在想着 对方是双胞胎 我们才同意 哪怕我们不知道 她的性格 人品等等的问题 我觉得这是一种 把这个爱情当做游戏 和儿戏再去取门耍的感觉 就谈恋爱 一定不能看表面 一定要看内心 如果你以外貌取人 去选择对象的话 大错特错 恰恰你舍本竹墨 就是有很多巧合 但这种巧合不是人为的 人为的巧合不叫巧合 那叫故作 如果因为故作 而导致了爱情的混乱 最后往往是得不偿失的 行吧 给我开门吧 谁去开 我们一起 好 去吧 诶 这样看不一样 其实远看 妹妹确实脸要瘦一点 是吧 你看吧 也小一点 姐姐要丰润一点 好 问一下 如果这兄弟俩都没来 怎么办 我们两个都有勇气 站在这儿了 他们如果不来的话 可能会让我很失望吧 我觉得他们两个 如果没有来的话 可能就这段和爷 这段和爷 就到此结束 彼此之间 最好的结果 可能也就是做个朋友吧 那如果他们俩都不来 你们以后还会 再质疑找双胞胎吗 不会了 不会了 对 也会考虑一下 我们这些凡夫素子的 是 爱情的话 就是都是自己的嘛 是来是去也不太好 如果他们俩哥俩 来了以后 都说喜欢姐姐 或者喜欢妹妹 那咋办呢 我觉得不管喜欢谁 我都会争取 我喜欢的那个人 嗯 弟弟不管选择谁 我们都会祝福对方 我是这样子想的 那你们就不考虑一下哥哥啊 我好担心哥哥 哥哥确实这种 哥哥会想 我都跟他长得一模一样 凭什么不喜欢我 可能这种事情 确实没办法勉强吧 对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好吧 你们既然都这么嫌弃哥哥 我也没办法 来 让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 五 四 三 二 一 请安静 一个月前 一则双胞胎姐妹 寻找有缘的双胞胎兄弟的帖子 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 很快姐妹俩就收到了一对双胞胎兄弟的回复 双方在约定的地点见面 并且签订了约会合约 开始正式交往 两对双胞胎互缓相处一个月后 由于弟弟李维性格活泼开朗 细心体贴 得到姐妹俩的青睐 今天双胞胎姐妹来到现场 同时向弟弟告白 那么双胞胎兄弟会来到现场吗 她们心仪的女孩是姐姐还是妹妹 这份合约又是否让她们收获完美爱情呢 来 让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 五 四 三 二 一 请安静 诶 嗨 正月等到你 还好我没放弃 幸福来得好不容易 才会让人更重 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是弟弟李维 今天二十三岁 你方抱态啊 对 遭嫌弃的哥哥为什么没来 其实我哥今天是特别像 但是由于工作演员 你们在最开始看到他们这个帖子的时候 你不觉得很无聊吗 我感觉挺好 挺好 你们以前也想过这事 只要是双胞胎 基本99%都想过这个问题 那要是报错过咱 不是双胞胎应该不知道 是双胞胎你觉得能知道吧 对啊 你真能分得出来 完全都分得出来 真的啊 你把脸背过去 过来 把这撕下来 我还就不信了 呃 你站这儿 看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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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也分不清楚 再换个位子 把这个拿掉 这个怎么能拿着手当呢 所以呢 再换个位子 再换个位子 转两圈 好 别动 可以了 请回头不准动 回头别动 说一下 哪个是姐姐哪个是妹妹 右边是姐姐 右边是妹妹 这都看得出啊 你是 我我看你那个 我看你脸上就知道 这个是什么 姐姐 这真的猜对的 这真是姐姐 因为妹妹脸上那边是有个痘的 真是可以啊 你这都看得出来 那你能闻出来吗 就是你不能看 你就这样闻一下吧 你能闻出来吗 这个的话 好 试一下 好 回头 回头 好好好 来换位子 这个给我 换位子 好 他看不到 他看不到 再换位子 再换 继续换 好 来吧哥们 稍等一下 稍等一下 回过头嘞 好 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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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文版 请问左边的是姐姐还是妹妹 可能再文一下 哪个是姐姐 哪个是妹妹 应该是左边是妹妹 左边是妹妹 右边是姐姐 我看一下 你把脖子撩起 她又会了 不玩她了 不玩她了 这部眼镜很不错 油带的 我感觉挺很顺忌 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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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 接着 接着 来 接着 妹妹 来 接下来我们进入告白时间 好吧 你们把事说清楚 我们就不逗闷子了 来 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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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妹妹 姐姐 分别站到自己的位置 相应的空白的位置 要做出选择了 接下来是孟欢 孟乐和李维的 告白时间 其实 今天站在这儿挺尴尬的 因为 我们两个姐妹都喜欢那里 哥哥今天没有到场 但是我想对他说一声抱歉 李维 我没有想过会因为帖子的原因和你相遇 在我们认识的15天里 我觉得你就是我想找的那种人 特别细心 特别会照顾人 然后很有主见 你有那种让我想和你在一起的冲动 想一直一直在一起 我不知道哥哥有没有跟你说过 就是在相处完之后 我经常有向他问到你 问你过得怎么样 我也很担心你会不会和妹妹擦出火花 会不会喜欢他 但是 我们两个都说好了 不管你今天选择谁 都不会影响我们俩之间的感情 我现在很确定地说我喜欢你 如果你也喜欢我的话 做我男朋友吧 李维哥 喜欢谁你就说吧 你也别纠结了行吗 可能刚刚我姐也说了 如果我们俩在一起 他也会祝福我们的 因为我和姐姐的性格可能有点不一样 所以从小我会很任性 很刁蛮 也习惯了姐姐对我的照顾 但是和你接触之后 我真的很喜欢被你照顾 被你包容的感觉 我也喜欢你跟我讲笑话听 喜欢你陪我一起玩 世界那么大 那么多人 偏偏让我们相遇 我觉得这就是一种缘分 不管最后你选择了谁 不管最后你选择了谁 我和姐姐还是姐妹 这也是不会变的 所以如果你真的也喜欢我 请你大声地告诉我行吗 李维 我们在一起吧 然后今天我们两个都带了一份礼物 这是我为你清新准备的一个钱包 如果说你最后选择了我的话 因为我洗了很多我们在一起的照片 如果你选择我的话 我会把照片放进钱包里 之后当你打开它的时候 都可以看到我们两个人的回忆 我也给你准备了一份礼物 这是我清新为你挑选的 是一个香水 我很喜欢的一种味道 我希望你以后出门的时候 可以喷点香水 这样子的话 你身上就有我喜欢的味道 如果你选择吧 如果你喜欢谁 你就拿谁的礼物 нем 来 我 你也想珍惜的梦乎 一人情愿 王华 其实真的很举个气 我也很谢谢你能喜欢我 可是 在之前那一个月 我跟妹妹在一起的时候 我就感觉她 是那种特别被需要照顾的人 也是我想要的那种感觉 所以说真的对不起 我哪点比不上她 我们俩强的都一样 你为什么要选择她 姐 你别哭 你哭我也看着难受 其实我今天来之前 我哥也交代我说 让我给王华看一段视频 可以吗 王华 大家看到这段视频的时候 我听过一个直播节目 但是我还想跟你说 我喜欢 由于工作人员 不能把我现场亲口的力 说 我跟她非常抱歉 但是我还是希望能给我一次机会 让我 让我们再互相能了解一下对方 好吗 你曾说过不分明 好远 你曾说过不分明 你曾说过不分明 这一切在一起 现在我想问问你 是否只是同言无忌 我曾说过不分明 站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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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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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以后还在一块儿相处吗 不是你们自找的吗 要两个对两个 妹妹获得了幸福 你真不开心 不开心 但是不开心 爱情不能人为约束 不能人为分配 只要你们打破这个合约 我相信你能迅速的找到爱情 好 陀老师 我特别想问姐姐一句话 姐姐 你会接受哥哥对你的爱吗 也许 可以是接受一下 我个人给你的建议 如果你不爱那个哥哥的话 不要接受他对你的爱 虽然双胞胎长得一样 但是你们内在的不同 和我们普通人是一样 充分去发现自己彼此的不同 而不要一昧的 再去找你们彼此的相同 这才是双胞胎的身上才能 好 你们俩去吧 你往后走 今天来是向我的司机告白 十年三十三岁了 他二十三 对 他突然间辞职了 我听我的朋友又说 他拿了我一个合作伙伴的十万块钱 如果他是真的贪财拿了这十万块钱 那他就不值得我去爱 我辛苦 胡大峰 那十万块钱真是你给的 你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不清楚吗 小陈 我今天是来把那个十万块钱还给他 我通过反光进行看到 胡大哥 怎么可能 好 爱就要大声说出来 这里是辽宁卫视完美告白 欢迎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